路口珍惜拍下 当时一群人正在等红绿灯准备过马路 结果下一秒一辆黑色轿车直接朝人群冲撞 先是撞倒了路过机车 再推撞人行道上的行人 像打保龄球一样倒成一片 肇事的黑色轿车车头保险杆整个撞掉 前方挨撞的机车被撞成废铁 现场群众一阵惊花 还有好几名伤者倒在地上等待救援 另一个监视器也看到 黑色轿车没等左转灯亮 油门一踩就左转 结果撞一整排 刚下路人被吓到纷纷往后躲 但还是有人闪不过 事件发生在台北闻山区 新龙路三段 万芳医院前面 3号傍晚6点多 59岁的陈姓驾驶 疑似为1号制左转 先撞到了对象车道的27岁陈姓外送连区后 再撞上人行道的8位行人 造成9人受伤 双方驾驶骑士都没酒驾 只是造势驾驶是一时贪快 没等号制急着转弯 还是有其他原因量货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不过还好撞击当下 没有人被压在车底 而且9名伤者都是轻伤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TVBS新闻 田家庆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